有一个地方,不管我们走多远都会想念,这个地方,无论走多远,都有人一直为我们牵挂,这个地方叫做家,我们在这里,春天在泥土里玩耍,夏天与鸟儿在割喉,秋天在田间打盾,冬天与白雪在屋外兮兮,我们在这里茁壮成长,我们在这里兮兮打闹,夜晚降临的时候,人们忙碌了一天的农婆, 坐在屋前的小院里面闹家长,也有年长的老人,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的故事,在这里,我们被温暖包围,被亲情埋伏,无论我们走向各方,这里永远有一个,你的位置,在蝴蝶盛开的路上,在荆棘遍布的路上,摔倒了,攀攀身上的泥土,继续向前走,家人永远在背后支持着我们,当你身在远方时, 总有一份思念来自这里,记得每天给家人报一声平安,记得每天保持愉悦的心情,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这个地方, 得见他们,拥抱他们每一个人,与他们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,有空的时候,回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地方, 这里有你最可爱最精进的人,还有你儿时最美好的记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